我有點忘記我放哪一個 這個 這叫Information 你們查一下 所以你就找一個Info 挨開頭的 Info 有沒有Info 按下去 那你看喔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棒的 就是說 你加Info 即時的話有沒有 它會即時的幫你放上來 那你就直接一邊設計 就一邊看到結果多好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新書登場 你就點這個新書登場 記得是從這邊選 新書登場是給它一個是 比如說STAR好了 STAR出來了 然後認證課程 選一下 油標放上去也可以 然後認證課程的話是一個GREET好了 就是表格 繼續開頭的 GREET出來了 有沒有 另外的話 你要改變顏色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換什麼顏色我也有點忘記了 反正你就自己喜歡的 黃色 白色 藍色 那你就加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JREET MOBILE 預設的顏色非常少 它就只有黑白銀灰黃 黑白銀灰 反正就是大概五六種 黑白色 黑白 黑白 黑藍 銀灰 那如果你 因為有時候記不太起來 我之前 常常用的時候就記得起來 但是久了 可能那個吃太多那個 判無罪那個 的油 所以造成 可是為什麼會判無罪呢 我覺得莫名其妙 那不是重點 那沒有關係 不用死背 為什麼 因為 即時 它那個叫做 Data 什麼呢 顏色的話 對 DataSync DataSync的話 是在哪裡呢 T開頭的 不過你只要記得 那個頭就可以了 Sync 就是那個 有點像布景主題 對不對 背景的顏色 那它就是 A B C D E F 到E吧 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那你可以先選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是 最新消息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改一下 A 看A什麼 A應該是黑色的 黑的太難看了 黑 白 黑藍 這個是藍 黑藍 銀 灰 黃 這個應該黃吧 對沒錯 OK 所以如果你不記得沒關係 點點看就知道了 這個馬上就秀出來了 那你也不需要去預覽了 等一下就有了 這個多好的工具 因為Dreamweaver裡面就已經有了 而且這個 這個我在很多地方還沒看 我看那個國外的也是很厲害 那個外國人 那一直敲一敲 全部從頭到尾都是敲出來的 那我覺得 但我沒辦法記那麼多的時候 用這個方法會比較簡單 因為 但是你要記得那個怎麼做的 因為剛好我看 同學還是有點找不到這個東西 在 在哪裡呢 這邊 這顆木板 它實際上有一點是把 那個韓式庫裡面的 相關的東西 屬性部分幫你加到這邊來 那你就用選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概就是 Data icon 然後哪一個呢 Data Sync 那這個顏色如果你要改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 是 直接 不過好像也只能選這邊 新書登場 有不要放上去 然後這邊改成 藍色好了 這邊改成 反正你就自己給它有顏色就可以了 黑 藍 銀 灰 黃 銀跟灰好像差不多 反而灰的比較 比較 這個好像比較灰吧 黑 藍 銀 這個是銀 灰 灰是比較像白 然後 黃 就大概這幾種顏色 所以剛剛講的主要是 幾個重點 記得喔 1 這個東西 頭圍在這裡 2的話就是 我們加上那個 顏色是這個 怎麼選 直接選這邊 就可以改了 大家如果你們等一下試試看 即時按下去 它會跳出那個 問你要不要設定 你的測試伺服器 請記住 選否 你不要選4 選4就完了 選4 它就一直跟你要一個伺服器在哪裡 你就選否 然後接著它第二個問題還會跳出 是否要用本機當測試 請選4 就OK了 來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呢 主要去設定內BAR 不過內BAR是今天 這個是最難的 但是你會發現 只要是手機好像都會有內BAR這東西 導覽列 有沒有 也許是在上面 也許在下面 也許在中間 反正就會有一個導覽列出現 那這個手機裡面 反正APP裡面有導覽列 這樣就好像感覺 基本上已經有那個APP的味道了 再來就是 加一點ICON ICON 不過ICON只有13個 你要更多 有啦 這顆mobile網站上面 有提供擴充 不過還挺麻煩的 還要自己再去修改那個 它的那個JavaScript語法 然後 外觀剛剛我們有講過 總共有 黑、藍、銀、灰、黃、五種 那如果超過這五種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也是要到JKMobile網站 自己去加顏色 那這個也許後面我們有時間的話 我再教各位 可以不只這五種顏色的擴充方法 可以讓你的那個顏色變得非常鮮豔 你要什麼顏色有什麼顏色 不過可能要 你的美工 你的美學要夠好了 慢慢的話 做出來 當然顏色就會 不一樣 所以 加顏色 然後再加上那個ICON 大概就這些了 然後 底下就把它做完 那 這個APP很快 基本上就可以 上線 OK 所以導覽列 試試看 好 好